Rat的生活台 联乘Number7球衣专门店 为你带来独家球衣扛刃刃优惠 只要你赞赞赞赞赞我们的page 甚至成为我们的订户 就可以专享扛刃刃球衣优惠 想知道扛刃球衣优惠情请留意置顶留意 Number7球衣专门店地址 旺角西洋菜街74号 旺角城市中心11楼一室 Rika 师兄 持这份 意义 星期二晚 直播时间8点钟 Hoppo Song Hotan May 好 少少论阵 因为有些制裁的问题 多谢各位在星期五的时间收听Hoppo Song 欢迎来到7月5号 7月5号的时间是美国国庆日的逆日 今晚是有故事的 今晚是有事的 今晚除了慈山 阿EV 还有Ray Ray Ray 你好 记得订VPN 有认识VPN 现在你有点迟 不记得提前生 你录制了吗 要录制了吗 着了 我刚才按了键 你不要吓我 今晚首先是 这个 Rika Soccer 这个 什么 company 球衣珠门店 No.7 球衣珠门店 呈现的Hoppo Song 听说有点优惠吧 没错 新一年的优惠 都是我们的印字 唐印 大家可以留意 是 是 资讯栏里面的家目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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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单台务 亦都在资讯栏里见到的 是 小店员九周年 是 小店员九周年 是 聚会 地点就有的了 是 7月27日星期六的晚上 8点到10点半 大家填方了 真是很遗憾 师兄这些 很遗憾 很遗憾 是 身处快乐的地方 是 很遗憾 不是 我们今次快乐的地方 你就不能够出席 是 真是很遗憾 因为 那个地方就 就是 某些地方都很快乐 是的 所以 我在想你 哎呀 就是很遗憾 是的 出席不了 出席不了 是的 就是喪失了个很重要的机会 是的 麻烦大家就 按一按网络 填一填个方 是的 那就 就 留待小店员那边的手足去通知你 除了小店员的网络 其实都 某个情况上 要是小店员的粉丝 和足球的粉丝 都有 六至七成都累近的 是 可能都是那一批 都不是的 有另外一些很少听我们的 其实都 噢不要緊 有些六至七成 它多元化一点 有些需要承认 噢就是 是 所以 就是 是 没有花心 会直接下一点 噢 比较不是很稳定 就是他常常喝酒的人 是啊 那个 血糖不是很稳定 是啊 所以 就是个个的指数 不是很稳定的 所以呢 嗯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小店员 那 今晚呢 都要说回一些 之前 即是 来到八强了 是 今晚开始呢 就有八强的赛事 那 八强的赛事 就是 这些八强 当然来自 刚刚之前那八强的十六强比赛 是 今晚十二点 香港时间就开球了 是 首先 就是西班牙对德国 嗯 然后三点钟 就是葡萄牙对法国 是 明晚的十二点 英格兰对瑞士 是 即是擂台等的英格兰 是 另外三点尾场 就是 荷兰对土耳其 好 那 处理了西班牙和德国的场球 那 西班牙那场呢 对格鲁吉雅 是 4比1 是 西班牙轻松 嗯 其实很多人都说 今年西班牙 而且在拿赎恩迪的打领之下呢 那个 比赛的 style 都很不同的 这个上个星期 说过了 这些球比较直接的 直接的 这个由西班牙球的专家 Rai Gore 是长述一下 哦 那 不是说 改变了很多 只不过他以前是 打横拳 现在是 用多了两边 不是以前在每下每下 没有那么 Tiki Taka那些 风格上 那 因为拿赎恩迪 他本身都不是巴塞体系人 嗯 但是他是西班牙 国家队的梯 梯 那些 由下面慢慢 U19 U21 升上来 那其实都是 因为整个西班牙国家队 那个打法 都是跟回大国的 那个做法来 部署的嘛 那其实 那个 那个Tiki Taka 是不是Tiki Taka 其实我觉得 不一定是用Tiki Taka 来形容 其实我觉得 那个 最重要的是 他们完全控制 最重要的目标 是要 Dominate 那个Possession 是 没错 不是 全全全 全全是 那个做法 实际上 那个作用 是要Dominate 那个Possession 这个才是重点 那你怎么Dominate 你的Possession 就是很多方法做的嘛 那他 用一些 很快向前的传送 你前面做一个 打一个很高位的 做一个前场压迫 都可以做到 这个Dominate 的Possession 那这个才是重点 我觉得Tiki Taka 是 扰乱了大家的思维 我应该这么说 就是 我们以往 高努夫sir 说 就是要赢球 一定要 越多控球权 越不容易失球 是啊 概念 你越多控球权 理论上 越不容易失球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的控球 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控球 嗯 没有意义的控球 那就变了 入不了球 你现在看数字 很多时候都是 如果你的控球权 得多 反而不是好事 现在很有趣 很多时候都是 譬如有些球队 越拿着控球 越少 做好的反击 做好的效果 反而更不好 你看到水晶弓 就是了 你看到上一季 就是以英超计 击败曼城 或者能够令到 曼城 失分的球队 其实都不是说 和他打Possession 打得很厉害 只是一个字 守 守完之后一个攻 结果 那一季 他就死了 是 在现在 足球的 趋势上 是 这一点是更加重视 但是西班牙 其实你看到 他是倾向多起脚 多埋門 他多完成的攻畅 他不是真的 纯粹猜猜猜 你看到 两个Wing 都不同 力高威廉斯 和耶马 他现在很多时候 都是落底 是 以前鬼有落底 以前的负位 又扭进去 剪回来 不是 现在都很多剪回来 剪回来 但是他会 速率上 是快了很多 是的 就是 不需要 再又要猜 接着又要短纯 猜两个东西 猜进去 不需要 因为你有力高威廉斯 速度够快 既然有快速度 当然是直队进去 直队进去 直队进去 队队队 队队队队队 队队队 队队队 今年西班牙主要的特色 我会觉得 虽然 其实今次西班牙 我没有看足全场的 但是基本上是打过 以前常常有的 雙逆齐飞 嗯 雙逆齐飞 接着拍一个 即是叫做 都及格的中锋 莫拉达 不错的 接着中场 有比迪加上 即是踢法很直接的 法比安雷斯 其实法比安雷斯 就是之前的足球 西班牙足球 和现在的西班牙足球 有分别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棋子 因为法比安雷斯 踢球是比较直接的 是 即是那些直接的 就没有那些 印尼斯达 那些 那些蛇打横的 是 法比安雷斯 所以是直接的 但是 又是格鲁加 一开始就先入球 是 又是一开始 那些突击 我记得是 是啊 那一球是 烏鲁来的 是 今主摆烏鲁 那一个 高价转会 去了哪里 去了马体会 又原本是皇马 贵啊 三千万 王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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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路 转了会去马体会 三千万 他又 贵啊 三千万 那他只是这球而已 但是之前几场都不是很差的 是 所以 他在马体会 大家可能有机会 在八月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机会 在香港建造这个新兵 我想 他应该要让他休息吧 八月了 八月 八月 八月中午就开季了 八月底 是啊 可能 可能来到的 他要踢国家队 应该多给他一个星期 去休息吧 他就是国家队 他不是踢奥运队 喂 七月十 七月十几日 这里是原事 是 休息最多两个星期 可以有机会跟到来的 是 是 是 那因为马体会都会 在后防都会有些改变的 嗯 是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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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麹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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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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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失球後是有點辛苦的功德 你是怕他追不回來的 馬馬達斯維尼就沒什麼好說的 雖然失了四球 但已經夠了很多 有什麼人圍爭的情況之下你想怎樣 所以馬馬達斯維尼就有機會轉大會 哪一隊有 有機會轉大會的 雷哥 聽說早前已經有些球會要敲這個球員 好像說有陰謀儀 之前說車路士想買馬體會 馬體會就會買 車路士想買馬體會是什麼 歐布利卡 應該不是 車路士今年不會花錢 FFP可以嗎 FFP還過得再花 那幾個球員很便宜的 那些馬嬌那些 六百萬而已 你想想他之前簽那些 抹了多少年?八年了嗎? 是啊 今年那些 貴極也有限數 是 不會再那些很笨拆的那些 一億多買個球員 你不用想 那些什麼卡利和科利 就是想著就浪架 就好像馬梅迪克那樣 浪架 所以今年車路士要小心一點 半場落敵就追回1比1 下半場出來沒多久就發表雷斯入波了 就是斬過去 也是的 以往四五年西班牙怎麼會踢這些呢? 是 扯過去發表雷斯沒有人看 直接就飆過去頭鎚 沒有這些 以前怎麼會這樣做呢? 真的 那時候可能是90 plus 還在輸就會這樣做 但是 在那時候幾分鐘? 那時候 剛剛開球沒多久了 下半場開球沒多久了 是不是?下半場開球沒多久了? 是啊 下半場開球沒多久了 51分而已 這樣才投槌追回 接著就已經 反勝了之後就無以為計了 然後就猜著來踢 看著來吃了 這段球 本身有質素 中場有比迪 有發比安雷斯 有兩隻翼 有一個穩穩定的中鋒 是吧? 就是起碼 你的技術不是差 但是起碼都 技術不是太過離譜 是 又懂得下什麼叫入球 好過有些就很有技術 一些 除了入球之外 其他東西都做得很好 但是又不懂得入球 那些就麻煩了 而且他懂得用他的手人 發揮到那個效果 相對上 你真的運不運那麼多一隊 你真的 那麼多一隊強隊 他是放一些人來發揮得不錯 他是懂得用多些球員 而且後備還有那些何西路 那些不用啦 費輪托里斯 費明盧比斯 那些 立即火捉車了 你現在說何西路 立即火捉車 火捉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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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失禮嗎 火捉龍 火捉龍 還要串到說 卓奧斯 你應該國際退休 應該下星期都差不多了 不是這樣的 那你今晚一面跟他講就行了 今晚他有機會跟他講 他一面跟他講就不能上報 不是啊 再講多次 那今晚會見到的 就算坐在後備就通關聊天 老實說西班牙沒有受到考驗 4比1就是後面的也不用多講 因爲格魯吉 阿蘇蘇蘇 麻蜜 只有多少 四三四四四四四四四 還有全部不中落子的 除了開頭那個的野 烏籠之外 整場的一個叫做西班牙都 雖然上半場有些困難 但是下半場已經1 二比1 也有全部沒得搞 75%控球拳 然後力高威廉斯就左邊 用速度拖過了對手 然後狂抽 是 到了最後Danny Omo的埋齋沒什麼意義 而且Danny Omo也能夠用 所以其實在體能上 西班牙會有好處 因為不是用太多力 不是用太多力 九個破構真的很厲害 馬達輸位力 當然啦 大佬 格魯加阿三寶 為什麼會進到16強呢? 都真是 因為 莫瑪特斯維尼的關鍵很多 你前面的激和斯基亞 是差很多的 這個大賽不是特別出眾的 但是沒辦法啦 他是一隊這樣的球隊 他一定是放在中間的 那你沒辦法的 很合理的 好像威爾斯那樣用 比威爾斯更差 威爾斯起碼還多一兩件 但是他不是只有一支攻 已經算是這樣了 他有16強 但是中間那些我覺得也挺好的 其實 可以的 不錯的 不過技術是挺好的 其實他扔個球上去 拿空的球 轉身那些都可以做到的 其實 那些意識 全球那些東西 全部都亂來 即是技術是有的 是技術有的 但是意識就差一點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格魯吉亞這一手球員 會不會可以離開到他 還有很多都不是很老的 23、4歲而已 是啊 對用的 多一些球員出去外面踢球 這些是好事來的 格魯吉亞拍著那個箭頭 都不頑皮的 我記得幾場都是他入球的 那個是12馬來的 米卡達斯都可以的 在法國 是啊 絕對不頑皮的 格魯吉亞這次 16強絕對 超鴨完成 超鴨 出到線已經很厲害了 很厲害了 為什麼出到線呢 提子放水 為什麼出到線呢 上集都說了 放水 放到這樣 所以 告訴大家至尊多有善心 善心到如此 待會再說 好 這場就很簡單 所以圖都沒有 那他的對手是德國呢 是 就辛苦 二比零 贏這個丹麥 你說是不是辛苦呢 也有些好錯 首先 有不祥人先 第一件事 誰啊 不祥人 祖彬安達臣 真是不祥人 首先看看圖 要看圖 有圖 有圖 交代兩隊陣容 不用了 交代德國就行了 德國就龍門紐瓦 一隊中堅 舒拉伯迪克 拍這個魯迪加 左邊就拿武 右邊就金美智 嗯 防守中場 就卻奧斯拍這個 艾德烈智 箭頭就夏佛斯 支援他的梅斯亞拉 古道根和辛尼 首先要問一下EV的傳聞 金美智 哦 假的 假的 因為呢 最近有一個轉會的小道網站 就說阿仙羅除了現在在討論 波羅尼亞的中堅之外 另外就會買一個德國的球員 哦 大家就在猜中 究竟哪一個德國球員呢 很多人都說是金美智 但是今天呢 那個小道消息 就在另一個記者 Charlie Ross的YouTube Channel 就說了 肯定不是金美智 哦 肯定不是金美智 OK 那是誰呢 是的 有人猜就是 Naray Singh 啊 這個不奇怪 因為奧利斯如果真的過了去拜仁呢 就音樂以效應 是的 但是我覺得奧利斯 真的夠了去拜仁呢 先不要管這一點 OK 如果你就這樣計算交易 有三個他們推論的原因 第一就是奧利斯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 說真的 你說Naray Singh 阿仙羅是真的需要一個 沙卡仔的輪換人物 他輪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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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計算位同位 可以嗎 不可以 大家在右手邊 我會覺得是會有更新問題 是的 右翼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就是 跟阿迪達合作過 在曼城的時代 OK 所以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推論 當然這個只不過是 外國的一些廠有的 推論 推論 新來 他英超沒有適應的問題 還有 我自己覺得 這個小道消息來講 不太可信 但是 為什麼你要新來 為什麼不如留下 Rise Nelson 那些 那些 認同 對 你留下自己的清訓 那些 他要 他的目的 是 後備 但是你不能讓他踢 是出問題 後備 為什麼 首先 第一 他現在 假設是這個推測 新來 假設來到 他是為了 upgrade 就是用加強板凳深度 OK 加強板凳深度 但是你的數數 本身有很多人 有些 深度不夠 深度不是看人數 深度是看 他的球員本身是實力 說真的 現在要挑戰歐聯的冠軍 再進一步 就是用一些強勁的球員 因為 因為 Laroy Singh 在拜人 現在 不知道為什麼 在新的領隊 金斌尼手上 看他的拜人的動作 似乎 很多球員都可能會 清仔得國幫 不是 不是 清仔得國幫 清仔某些人 但是 我覺得 新來 去阿仙奴 是無謂的 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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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新來 跟阿迪達亞合作 其實不太好 當年 阿迪達亞 在萬城 是失敗的 是失敗的 不要忘記 所以 其實本身 小道消息的 來源 已經 我有疑問 所以基本上 有他發酵 有他吹 所以 那 有接合一個 德國球員 是不是真的 我覺得是流的 我自己覺得是流的 即是德國這件事 也是流的 我覺得是流的 我覺得是流的 三四 一直不斷說 都不是第一項目的 即是 我不會買一個 德國的中鋒 德國的中鋒 阿佛斯本身在 是不是 好了 然後 德國的中場 又說了金美智一定 不是的 哪個呢 又不一定是 尤其是 尤其是 如果中場 就這樣計算的話 就像剛才的 麥克 那 再等等 很多 所以不用 如何去深究這些 大家繼續留意 冰家嘗試的 YouTube Channel 我們先講一下球 先講一下球 再講一下其他東西 這個球 我記得就是 舒諾達碧克的 是 這個球 就是 做過擔檔 四分幾組 舒諾達碧克 黃圈那一陣子 一個是金美智 一個是原本 正在標示 舒諾達碧克 但是 金美智和他做過擔檔 可以看看 第二張圖之後 你就看到 金美智 擔檔 舒諾達碧克 上去 然後 舒諾達碧克 上去 大約 小禁區位置 就頂入 但是 這個球 就是吹了 吹了 他犯規 金美智 吹了金美智犯規 但是 金美智的動作 實質 其實 都很不明顯 是 其實 他都故意背對著 抓一抓路 你撞過來 很難是他 當然吹了 我只是手部 可能有少少動作 只能夠說 而且我不明白 在這個陣 那個中莊 那個中莊 在小禁區裡 那些人 是做什麼的呢 中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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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到這樣 開了球之後 他的位置 有點動過 所以 接著就頭脫 這樣頂入 這裏是輸了位 被人吃了身位 這樣輸 其實那個位置 後上過來 就是強定的 必須說 一定是頂 一定是很實正的 但是 這一下就淘汰了 是啊 但是 某程度上 我覺得 不知道是淘汰什麼 是 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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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真的 後來再看 一定不是這一下 是最多 金美智那一下 就是 你應該看到 跟著 應該跟著 是 類似這個位 金美智那隻手 是 接著就令到那邊 丹麥十一號 這個 奧神 史哥夫奧神 跌低那一下 沒有了 好 接著第二下 又是頭脫 左邊 其實 這場球 都在角球等等 都 很多 頭脫動作 他 球會也是 不只是 國家隊 那麼 明年 多夢特 應該會有一個 新的 中堅partner 安頓 就是 史特加哥 安頓 阿姆斯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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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利 蘇利 蘇利的身形 收不收到 就是因為 看到蘇利 你一定要找安頓 就是 那個問題 但是 季尾 看到蘇利的身形 就 他真的收不出身 算了 這些不討論 他本身雙門雪櫃 六塊腹肌 但是 六塊腹肌 就戳了一塊 不要理會 他最後 多夢 剛才 Ray 哥都說過 就是 除了安頓 之外 前鋒 古拉斯 就會加盟 但是 很多人都不太看好 因為 一 就是 價錢 不是太便宜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 古拉斯 其實今年 上半季打得比較好 但是 他前面有 富高諾 又 有 古拉斯 富高諾 荷蘭應該都淡淡地出的 那他康復後 都幫你頂回十分八場 沒問題 那你三個都不是很多 那你始終 坦白說 荷蘭始終都大病過 都淡出的 是 所以呢 這個 舒洛達碧克這球 投槌 也是頂歪了 是 好 接著可以看下面 好 下面這張 就是 後場 這場 打得不錯的 魯迪加 大腳就扔上去 接著沒有越位 留意 是 沒有越位 然後你見到 夏佛斯 夏佛斯第一時間 球不落地 射過去 結果就是 被舒米高檔出來 是 其實呢 很多人 另外一個德國很重要的話題 就是講夏佛斯的表現 嗯 就是經常講 德國那些 勇德國球員就說 夏佛斯哪是打這個位 叫富高諾打實入 當然 因為他不是一個入球機器嗎 但是不是 其實你有沒有 看過他踢利話的時候 不是 應該這麼說 他就是這些球而已 不是 應該這麼說 我會覺得 如果我評價是會這樣說 夏佛斯是做了很多 就是和富高諾比 是 夏佛斯是做了很多 除了入球之外的東西 是的 是的 但是富高諾很多時候做了入球的東西 單選 但是富高諾的入球 那個證明呢 就不是很好搞 都是的 就是那個對手 對手 始終都是似一級 但是你想一下 他還沒轉會過英超的時候 夏佛斯是很多這些埋門的 他幫你踢歐聯的時候 就有這些球 但是現在告訴你 在現階段 這幾場球 只看這一場 他都錯了很多單刀 沒有問題 我覺得 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被車路士用篩了 你現在去到阿仙奴 慢慢扶入正鬼 不要試 我扶回穿他就可以了 我認同阿Ray這番說話 阿仙奴是找回少許東西 但是那個埋門的單刀那個 如果你看上一年他處理的單刀 都是射得差的 他再練習 其實他扶回 慢慢來 即是他那個順番Q 他會更好 但是你不要忘記 當初夏佛斯來到阿仙奴的時候 那段的調整期 其實如果你說單計夏佛斯的復甦期 其實是半季的 真的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我會這樣考慮 是不是就是夏佛斯要打回後一格 在地球上 還是打一個雙箭頭 他鬥後一點 再有一個懂得入球 做些簡單的前鋒呢 那要犧牲誰呢 那個中場 所以就 即是古道根 古道根的位置就要這樣 但是你沒有了他 很多入攝也沒有了 如果你給我 我不會犧牲中場 我犧牲就是翼 那兩隻翼 一個就 梅斯亞拉一個新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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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斯亞拉一定要留 一定犧牲新離 那就是新離的 這樣選下去 因為你夏佛斯的用法 如果他變了一個副風格 其實基本上 他在邊路裡面的走動 其實他是不差的 但問題又來了 那他右腦是誰要踢 但是夏佛斯去了那邊 就變了浪費了 我只能跟很多德國勇 對夏佛斯很有意見的朋友 我會這樣說 你如果沒有了夏佛斯 你會少了很多工勢 是啊 我會這樣說 我會這樣說 他有很多控球 傳給左右分給隊友的工作 他做很多 是啊 還有那一場對丹麥梅斯亞拉 那一場對丹麥梅斯亞拉 錯了一場也不排氣得很好 每次都斷了 是 但是他起碼在做丹刀那一刻 做到 這次的系列其實打得不好 人所知道 是啊 所以要考慮的 就是這樣想 夏佛斯我個人覺得 一定要打正選 一定要放回這個位置 是掌在 旁邊左右 還有維斯 維斯 不是這個 還不是這個時候用的 你掌在究竟 是不是在夏佛斯旁邊 要放一個 就是 射門能力 再高一點的球員呢 但是在德國裡面 富高樂 是不是這些球員呢 我有懷疑 不是 我有懷疑 我只是覺得富高樂 他是一個很好的 類似基奧特這些球員 是的 類似基奧特這些 投槌很好的球員 但是你看這場球 他由來擔刀都 都頂了 說真的 所以 這個也是話題 對於夏佛斯的評價 我由始至始終都說 他在這個陣中裡面 他是做到很多 除了入球之外的東西 如果這隊德國隊 沒有了他 情況 我覺得是會差的 是的 如果你假設前鋒 是用了富高樂 不用他 你要靠 阿辛利 你要靠梅斯 阿拉 兩邊 全球進去 我覺得是危險的 所以我自己 如果兩個前鋒選 夏佛斯和富高樂 雖然夏佛斯在這場球 我看過很多 Miss C很多參試 但是 我依然都會選擇夏佛斯 是的 我富高樂 不是打到Pan B 不是很好嗎? 好了 這中途就告訴你 這場球中途是有暫停的 因為就 除了打雷之外 還要落薄的 落薄 這個叫做六月 是不是叫六月飛翔 落薄 怎麼知道 接近 天降異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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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告訴你 天文現象 就是第一 不是 天文現 這個是天降異仗 告訴你 就是 有一些 你們覺得 很奇異的事情 在未來的時間發生 是的 所以 暫停了一段時間 好像暫停了二十分鐘 十幾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的 那招位看得到差不多六點多 我覺得是 這個對德國也有影響 攤冷了 攤冷了 好了 德國攻勢不是沒有的 喂 丹麥 丹麥攻勢不是沒有的 他的突擊 其實翻出來之後 他有幾十個突擊 都很厲害 就是這腳 是 那條後防線上去 是 然後 他中間這四個球員 做了一個護處 南圈的前面 是B會上去的 奧神就分了去中圈那裡 是的 拿著球 另外南圈那個 忘記了是誰 你再看看張圖志 忘記了是賀志堡 還是艾力那些 是的 好 接著連隨一比 沒有越位 這個應該是艾力神來的 是的 艾力神一比 就側進去空位 那就肯定沒有越位了 還沒過半場 是的 不是 還有投別了一個 結果就是單刀 單刀一邊推 一邊推 推到前面 跟著一比 他有看到隊友殺上來 看到 但是又比得 不太好 因為 因為 魯迪加 回來快 魯迪加厲害 他那個位置 封得很窄 他不能太鬆容 分到旁邊 魯迪加 呈現到 他這場球的速度 其實有幾球球 都是魯迪加的速度回防 是 對 還有 紐瓦的出形是快的 他比得差 對 然後一比 結果紐瓦又出回來 出到來 結果 爬不到球 令到對面 就射不到 應該 賀隆特追不及了 你再加上賀隆特的質素 都浪費了幾個機會 都預期了 都預期了 防守的中鋒 對 他不是那些 入球令很高的前鋒 對 都預期了 你就算換了 寶神進來 都差不多 沒得夠 那些寶神 哪有得夠 其實他真的沒有一個 很有把握力的前鋒 還不夠 嘩 丹盟 全部前鋒都是那些 那些 所以丹麥就出局 什麼道爾寶那些 對呀 你可以怎樣 所以對著德國就出局 一撲就被人回防的解圍 給23號仔 安德烈治解圍 其實安德烈治這場 都比較一般 某程度上 丹麥的反擊速度很快 其實他幾個中場 亦都控護球的能力很好 令到 還有一些現位現得快 他那幾個 那些賀志堡 艾力臣 那些其實奧神 那些 一動就很快 刺到空 他要做一些interception 都不容易 這個球呢 就是講 我剛才的球 反擊的來源 就是來自 我們剛才雷哥提及 梅斯阿拉 經常被失球 這個就是其中一球 我想讓安德烈 剪點之中間 就厲害 在球證身後 全世界都看不到 他 吃了上來 結果就造成了這個攻勢 結果 其後就做了一個 這樣的反擊出來 好了 接著到這球 就開始 北祥人就來了 這個球 就是下半場的時候 一下子就扯上去 然後呢 就 給紅圈那邊 下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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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撞到中間 八號 丹麥仔 八號 應該是 下半場 迪南尼 今月再撞給 祖謙安達臣 入球 是的 你看這個位置 就好像是 祖謙安達臣 越位 但是那一刻未到 好了 再看完之後 再看完 就是 其後 整個過程 就是 迪南尼再撞前面 給祖謙安達臣 混亂之中 四天 但是因為 就是剛才 有一下 頭脆異傳給 迪南尼那一刻 的時候 原來就是 迪南尼越位 大家看看 那個半自動的 即是 極無越位 半自動的 那張圖 回到剛才那張 那張 半自動的系統 怎樣做呢 就是根據這張圖 然後再組成一個 就是半自動的 影像 就是這樣了 是 月了多少 都一個 的子宮 很多的 就是算月位嗎 當然算啦 現金足球 那這個 之前那些 勞卡古月位 很抵月啦 當然抵月啦 跑賣贏輸 幾千萬 都是欠了 大佬 沒有辦法啦 我覺得 有這個半自動系統 如果假如這些圖像 是 真是構成 沒有任何家工 是做到這些圖像的話 應該相信得過的 但如果大家都覺得 這些圖像看亞洲電視聖者為王 高雄書 書國寶石 賭局給列萬龍 是列萬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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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沒辦法的 博你那街是雅士 很好看的,頭五冊 不要說這些了 如果是這樣的狀況之下 大家對於半自動系統 會有些反應 或者有些不信任 但是現在新一個求規 起碼西甲就會引入半自動越位系統 但是仍然都不引入高拉技巧 這麼有趣 這麼有趣 為什麼呢 高拉技巧應該容易搞很多 錢 拉神 應該是拉神錢 你也是20個場要裝東西 你只能裝半自動越位系統 你的感應都在 對 問題就是 你有高拉技巧 做事比較難 半自動越位系統 做事比較容易 你現在也有VAR VAR做事不容易嗎 有多難 VAR要自己拉線 要真實圖像 這個是卡通圖像 剛才說聶萬龍的個案 他要做得很公正 不是倒合1999 1997 聶者為王 聶萬龍的影像 記不記得嗎 如果不知道 就訂閱一下DISLEY 有聶者為王1至37 第三輯不用看 所以就這樣 這一下已經夠糟糕了 這個祖謙安達成 他又射得挺漂亮的 沒有意義 既然這麼不祥 一不離二 更久來這一下 左邊有突破下半場的賽事 開球沒多久 左邊這個是不是梅斯亞拉 可以再看 可以快一點 好 胡莎拉單到 接著 落到這個位置 還未是這一下 接著再給後 這一下 傳出來 傳到 但不夠力 中間的解圍 但解圍呢 給出來 想給王圈那個 就給不到 結果給後面 後緒的德國球員 撿回第二球 但是這個球的距離 真是很可惜 真是無理由 那個球員 真是這麼慢 OK 好了 接著後面 後上那個 撿回那個球 推過了 推過了 對手 然後就傳中 接著祖謙安達成 就伸了一隻手 接著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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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記得叫什麼 二 就看到皮球 有 碰撞 嗯 結果就出事了 結果十二碼 但是 你 如果手伸出來 擴大防守殺的範圍 基本上都沒得走 那祖謙安達成就說 哇 我埋到電光火石之間 才縮一隻手 那你沒辦法 而且那球球一定是傳不到的 傳不到的 傳不到位子 嗯 是的 但是他是不是 你 他縮不接 他是縮不接的 是縮不接 但是 但是 那不就不祥人 不祥人 那不就搞定 沒錯 是黑到沒有朋友 結果十二碼就入球 對呀 卡粉說得對 真的黑到沒有朋友 下法師要十二碼 球裡面有晶片就對 還要射得這麼漂亮 射得很漂亮 一個位子而已 舒米高已經是 抓到路了 抓到路了 但是 鐵柱網仔入 啊 寫得很漂亮啊 不要說沒有貢獻啊 好啦 接著就是 夏佛斯 這球給回這單刀 哎 哈哈 撿不過啊 舒米高 不是 這球球給夏佛斯 太好球了 你看這裡看不到的 這球球結果出了街 但是應該有個正面的 啊 沒有啊 這球球其實是左腳 撿出去的 這球球 好了 剛剛那一下 好了 這一下就是這一下了 他左腳 撿上 撿上去的 這一下 好了 剛剛有兩張圖 這個呢 就是另一個反擊來的 是 左邊 比後了的 比後了 比後了夏佛斯的 夏佛斯的 夏佛斯是勉強在後面 撓了 撓前去 好像這一下 這樣了 有難度的 又是 嗯 啊 你在虎高樂 做不做這些事情 啊 啊 虎高樂 做不做這些事情 虎高樂 做不成功 會回身回後 好了 就算和他鬥走 虎高樂 和祖謙安達臣鬥走 和你夏佛斯 和祖謙安達臣鬥走 那你說哪個快點呢 那夏佛斯在這些位置 那個的爆 就是那個走的路線 他未必很快 但是他找到最短的 那條 shortcut 他很厲害 那就是說 這個夏佛斯的功用 起碼 全面 但是雖在 這些情況之下 進不了球 接下來 加強射門訓練 哎 不是有時候 好可愛的 責任在阿仙奴方 不過12碼 都射得很漂亮 結果就是這樣 好 接著還有這一下 這一下更好 一比比那隻線 好了 夏佛斯丹鬥 OK 好了 其實這一下 我會覺得呢 那個推進的路線 應該是紅線 就不是黃線 OK 我想他是看不到 紅衣跟著他是哪個位 我不知道 但是意識上 應該在紅線那裡推的 結果就是 落到黃線 落到底的角度 但是不要緊 很重要 他都會吸回頭 是 這些是足球智慧 不要開玩笑 有些垃圾球員 垃圾前鋒 就隨便一下 這些扎位就射了就算了 賀魯? 但是他不是 會吸回頭 我看這幾張圖 我是會心微笑 是 我知道 因為我完全感覺到 是 將阿仙奴的套 放下 好了 為什麼剛才那一刻 不會走紅色那條線呢 因為阿仙奴的進攻體系 是要求這樣做 OK 那個位 如果 阿佛斯爆到這個位 中間會是誰 托沙或者馬天利尼 會從左邊移進來 所以 通常阿仙奴給一個指示 就是 如果在那個位置拿到 就不會自己叫進去射 叫進去射 如果拿到那個 誰會這樣做呢 沙加就是 但是如果是夏佛斯或者托沙的 是一定走 底線傳出來 就是引過 防守線 離開那個中間範圍 沒錯 大家記不記得 左真奴的球和他的配合 就是這樣 所以 為什麼他在這個位置 帶他進來底線 吸回來這個位置 好了 見到自己射的角度沒有 那有人蓋進來 他就給一個回傳 那結果 一個回傳給後上 應該是 梅斯亞拉 好像新離 新離 新離 好像新離 結果一射 就射斜了 這球 新離的責任比較大 當然 啦 哈哈哈哈 火鍋 如果買了 Let's go 這些就敏了 龍門12尺 那個位置 人家都沒有包到 其實夏佛斯已經修正得很好的 問題是 為什麼他右腳射 他不左腳射了 那這個球 右腳是順腳 來的 他兩隻腳 嚴格的兩隻腳都可以 為什麼兩隻腳都可以 這麼新離 我記得 他左右腳都可以 想拿盡 想拿盡 誰知拿歪了 沒辦法 那你左腳 鋸過胡波 人家就不能飛過來 新離 都說 這次的大賽很頑皮 是 好了 不要再跟著了 好了 跟著這一球 就是梅斯亞拉的入球 是 這個球就順面前鋒 應有的走位模式 就是 哄後 引前後衛上來 再兜前 是 你看一下他 當球在後場的時候 梅斯亞拉是有意識 哄回頭 引了一個 祖謙安達實上來 是 好了 跟著你留意到 當隊友拿這個球的時候 梅斯亞拉是仰手 叫他給錢的 是 給位的 給位的 是 這些就是前鋒的特色 前鋒的意識 那個位應該 舒羅特碧克也給得到的 厲害 是的 舒羅特碧克是給得到的 是 好了 結果一給 梅斯亞拉對著祖謙安達臣 鬥走 走鬼 吃了塵 結果 去路路無口 一射射遠處 就完成了 我記得好像掛網 是的 其實也盡顯了 丹麥後防 始終 閘位轉身 比較慢的問題 是 CALFAN說肯定 那時候買了Lexco 是啊 是啊 真的 我那晚 我那晚 一開球 看到德國這樣 還不買這個 德國Lexco 是 買德國Lexco 沒錯 再買多一個 再買多一個 好像買多一個 球膽 你不要說了 所以就 所以就 這場球 德國 贏球 你看整個情況 丹麥偶爾有些 反擊 但是很坦白 質素仍然有別 贏球 馬力非常差 那你那個 德國的防守 個別球員 單對單防守 又厲害 龍門的出營 單對單風波又厲害 簡單來說 就是 德國 三線 都比丹麥的好 話說 丹麥其實 都盡力了 只能夠反映到他的實力 如果那個球 真的沒有越位 我覺得德國也有點麻煩 會辛苦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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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麻煩 因為那場看上去 上半場 梅斯亞拉的進攻 就斷了 真的要打夏佛斯一個 我覺得夏佛斯打得很好 真的 夏佛斯揹著整個 整個梅斯亞拉去到後半場 輸了兩球之後 丹麥都不理得 輸了球之後 丹麥都不理得 所以才有空位給梅斯亞拉 有空位 他就舒服了 如果沒有空位之前 還要早天安達臣 這麼不祥人 如果是給我的教練 就應該換了他走 因為這傢伙是不祥人 你留個不祥人 那你真的 擺明 真的沒得救 人家不是守護機 沒算到這些 那這些就要懂 你擺明 這個球員在這場 這麼論盡 這麼不祥人 那你真的沒有運行 你又要鞠躬的時間 那為什麼不換 換了一個中堅 我覺得 無論你是不是 要落後追反攻 有什麼都好 給我的教練 這傢伙今天這樣 就真的要換 真的要換 除非沒有人換 好 所以這場就這樣 他應該沒有換到他 他覺得他比較防守 好些 那兩個中堅 最後還是收棄基斯丁臣 那結果 不是基斯丁臣後來 最後來就換了 換了 最後來就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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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場球 德國不認識 你都沒有人換 沒有什麼進攻火力 可以調出 好 德國對西班牙這場球 應該好看的 看風格好看的 希望多一點入球 怎麼看呢 我只會恐慌 就是西班牙沒有什麼考驗 懂得應付德國呢 我有點擔心西班牙 不知道 其實西班牙是不知道的 沒看到過上限 那兩個中堅 其實都不是很突出 加上西門 一向都西開的 西不西開就看出 相對 如果你只是比拼中堅 一對中堅 和龍門 那當然是德國好很多 應該先證明過 應該先證明過 我只是說證明過 這次比賽 你看很多場 就算下半季的球季 說是碧卡路迪加 都是適合的 西班牙很多時候 進攻的火力 會速率比德國好 是 是吧 是吧 西班牙這場球 是第一個 第一個考驗 不過有個數據 就是西班牙對著主場 大賽中 對著主場球隊從來沒有贏過 上次18年沒有輸給俄羅斯 然後04年輸給葡萄牙 02年輸給黑哨韓國 三年而已 96年輸給英格蘭 880年輸給西德 840年輸給法國 80年輸給意大利 50年輸給巴西 Rae哥這些數據 大家真的要聽 是 要聽 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要休息一會 今晚會比較長 可能四節 所以大家休息一下 Rae哥生活台的觀眾網友 你好 我是阿芬 Rae哥生活台 已經推出了Youtube會員 港幣40元 普通會員 港幣80元 可以做超級實驗員 每星期專享獨家影片 還有優先下載的內容 幕後花水 還有一些懷舊的伏刻節目 支持Rae哥生活台繼續營運 創作更多的節目內容 馬上加入Rae哥生活台的Youtube會員 多謝支持 MI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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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